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是之前见到身边的兄弟受到过女人的伤害 成龙一边渴望着女人的青睐 一边又提防着自己的枕边人 心里一直认为每一个靠近自己的女人都是贪图自己的钱财 对林凤娇从相恋到结婚生子 成龙已经提防了20年 财政大权一直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可接通电话之后 成龙并未得到自己预想中的结果 电话的那头 林凤娇默默听完成龙的倾诉 不仅没有提出离婚 还善解人意的对成龙如此说道 不要伤害到别人 也不要伤害到我们 你先解决自己的事情 我知道你很烦 如果你需要我站出来 我立刻就站出来 那一刻 面对林凤娇平心静气的态度 成龙突然觉得自己坏透了 不久之后 成龙召开记者会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也留下了那句 至今依然让很多渣男奉为经典的名言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 这一次成龙似乎放下了20多年来的戒心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恳态度 将财政大权交给了林凤娇 林凤娇和儿子房祖明 也渐渐从幕后走向了台前 在这场感情的大戏里成了人参赢家 而吴启丽带着自己生下的小龙女 却走向了悲剧 至今依然被很多人当作笑谈 可如今这场大戏已经落幕23年了 再回头看看林凤娇的选择 到底是真大度还是另有隐情 1981年在秦祥林的介绍下 27岁的成龙和28岁的林凤娇终于相遇了 缘分就是这么妙不可言 那时候贵为敬马影后的林凤娇 已经开辟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和秦祥林、秦汉、林青霞一起 飞升台湾影滩 前途不可限量 可遇到成龙之后 林凤娇还是彻底沦陷了 在爱情面前娇羞得就像个弱女子 即便当时的成龙和邓丽君绯闻传得满天飞 林凤娇也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 足够贤惠和大度就能赢得成龙的心 义无反顾投入到大哥的怀抱 甜言蜜语之后 爱情的子弹轻而易举击中了林凤娇 没多久林凤娇就怀孕了 为了生下孩子 1982年 林凤娇暂别影滩 和成龙秘密到美国领证结婚 生下儿子房祖明 不过成龙并不想林凤娇 过早进入自己的生活 曝光在媒体的美光灯下 理由也编造得合情合理 我一有女友就有女粉丝会自杀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 外界很少有人知道成龙和林凤娇的关系 更不知道他们已经生下儿子 在成龙的生活里 林凤娇仿佛是一个隐形人般的存在 夫妻两地分居 就给成龙的烈焰创造了无数机会 对外成龙也一直宣称自己是单身 每拍一部戏几乎就能产生一次绯闻 和钟楚红 张曼玉 丽智 邱淑珍等等 都因拍戏摩擦出绯闻 甚至连隔壁的外国友人 都曾传出过因迷恋成龙而自杀的传闻 1998年在拍摄电影时 大哥又遇到了比自己小19岁的吴启力 身心蒙动迅速开启撩妹模式 在剧组对吴启力百般宠爱甚至放话 只有吴启力到了才开拍的霸祖豪言 手底下的好兄弟们也很捧场 一个劲儿将吴启力为龙嫂 出出茅庐的吴启力哪里见过这种阵势 不久就沦陷在大哥的甜言蜜语的呵护中 好巧不巧爱琴的子弹这一次射中了吴启力 擦枪走火之后 大哥本来不想要这个孩子 没想到倔强的吴启力却也执拗 非要生下来 只抱不住火 1999年小龙女吴卓琳出生 东窗事发 将成龙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可令吴启力想不到的是 本来以为可以邪龙女以令大哥 逼迫正宫退位 没想到大哥成龙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林凤娇也祭出杀招 以退为进 最后吴启力将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 受尽了世人冷眼 之后成龙便主动修改了遗嘱 将所有名字都替换成了林凤娇 后来成龙觉得太多 又将财产的一半捐给了成龙慈善基金会 可做大哥的女人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那么快乐 首先为了让大哥能够继续在外面维护自己的形象 助推大哥的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得做贤妻良母 甚至连自己的儿子坐在大街上 也不能说自己是成龙的儿子 一家三口分居两地 大哥太忙了 忙到每年只能团聚两周 大哥当然是没时间的 忙啊 忙拍戏 忙拍拖 忙把妹 忙出轨 就算如此贤惠了 大哥依然防着你 害怕你骗他的钱 处处提防 就连出轨都名正言顺 就等着和你离婚 然后哈哈大笑 开心无比 丈夫在外花天酒地 妻子在家中辛苦带娃 哪个女人能够如此隐忍 林凤娇一次次忍了 就连成龙出给吴启力 面对小三的咄咄逼人 居然也忍了下来 她内心不会痛苦吗 答案是no 她何尝不想离婚 可为了孩子 她还是选择了一忍再忍 如果没有孩子 没有牵绊 完全可以一刀两断 何必做原谅教主 在得知丈夫出轨那段时间 林凤娇将自己 关在自己的房间 默默哭泣 将眼泪流给了自己 那时候的房祖民 也伤心落泪 也为母亲感到不值 或许某一刻 也痛恨自己 有这样一位 风流成性的父亲 可现实有时候 就是如此荒诞 多年之后 房祖民也活成了父亲的模样 在父亲的张罗下 进入演艺圈之后 绯闻比起乃富 有过之而无不及 酒醉之后 和众多女生泡酒吧 还夸夸其谈 曾交往过十位女星 连国际章和冠西哥的前女友 也在其中 估计大哥看到这些新闻 也会望洋心叹 感慨 亲出于蓝 而胜于蓝吧 大哥偷欢时尚 且知道躲避媒体的追踪 房祖民则完全不怕 媒体的长枪短炮 屡屡传出 同时交往几位女友的新闻 坏女友如同菜场买菜 学好难 学坏容易 当初眼之凿凿 不喝酒 不吸毒 不乱开车 结果一样没落下 最终身败名裂 让大哥失望不已 也让观众唏嘘不已 不过大哥家大业大 即便是儿子堕落了 要养活儿子 应该绰绰有余 光在北京的房产 就是普通人 上百辈子也赚不来的 名下的公司 也多到一双手都数不过来 而留在林凤娇身上的标签 却成了成龙的妻子 房祖民的母亲 似乎以无人记得 他也曾是金马影后 不过许久未有消息的成龙 最近突然上了微博热搜 原因是 有媒体报道称 他于近期退出了妻子 林凤娇持股的两家公司 虽不清楚成龙为何短时间内 接连退出这两家公司 但吃瓜网友们 已按耐不住好奇心 婚便 分家等传闻 开始流传网络 不过很快 成龙方面便做出回应 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更无离婚仪式 这场风波似乎已经迅速平息 但林凤娇还是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在娱乐圈 明星夫妻的常规操作之一 就是开夫妻店 而一旦他们打算分大扬镳 第一步要做的事 就是清算财产 退出一起开的公司 据媒体报道 成龙先是退出北京中泰龙威 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一周后 他又从一房子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退出 网上信息显示 这两家公司法定代表人 均为林凤娇 且尤其全资持股 此前 成龙在这两家公司内 均担任监视一职 不涉及股权分配 对于成龙为何要退出 林凤娇名下的公司 公司方面的回应是 内部职务调整 目前公司正常对外运营 尽管两人公司之间 仍多有交集 但依然有人怀疑 他们昏变 并指出 成龙最后一次公开提到 林凤娇 还是在2018年的 七夕情人节 当时他与周杰伦 一起制作的歌曲 《谢谢一辈子》发行 他特意借此 在微博发文 感谢林凤娇 之后 成龙再未公开提及 妻子林凤娇 事实上 一直以来 外界对成龙 与林凤娇的婚姻状况 都多有猜测 不过真相如何 只有当事人清楚 不过在林凤娇 和成龙的感情里 林凤娇的付出 确实比成龙要多很多 虽然他的付出 让不少人批判 但这是他的选择方式 旁人并不清楚 真实状况怎么样 婚姻幸不幸福 只有自己知道 林凤娇的付出 值不值得 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了 至少成龙越来越知道 他的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